大家好 我们来继续来砍 砍那砍 砍那砍大山 非常谢谢大家的回馈 因为在很多次的我们聊天的过程里面 总是为什么隔一天呢 就希望能够消化一下 到底大家有什么新的话题加进来 我们有什么样的演变这样的 其实因为我有录了好多集了 都可以丢上来 可是有时候变成是不是那个时间不对 有一个话题我们引发出一个想法的时候 突然我们丢了另外一个出来就影响了前面 到底要不要恢复变成每天一砍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吧 要看情形 所以不如我们就演变成为 有时候就连着 有时候就隔一天 顶多隔一天这样子 当然随时有可能一天两砍 OK 首先还是要非常谢谢大家 这个给了很多回馈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发挥 来 这次有个很有趣的题目出现了 这个应该可以砍很多次 金庸 我们说到金庸 应该就是说最喜欢的就是 你到底是 你认为你像金庸里面的哪一位 哪一号人物 我是觉得没有办法有个固定的 首先呢我们并不是一些小说里面的人物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真实生活里面 我们不可能会有一个人碰完这套拳法 要碰一个中医 然后又学会了自己所有经脉什么都懂 然后要再碰一个奇人 然后呢就留下一本什么秘籍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真实人生里面 这是不太可能的 倒是应该会在不同时期 在某一件事情会碰到某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呢 然后遇到哪怎么样的事 那你觉得那一秒钟 你可能是谁谁谁 所以就变成 其实每个人应该可以随时都可以有 不同时期里面的 哪几种人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真正的答案呢 如果你说你问一个朋友 你觉得你是金庸里面的 你像谁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说 你觉得你有几个不同的金庸的角色 在你身上这样子 那就可以聊聊了 变成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是说 我也想知道一下大家在接触金庸的过程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每一次在演唱会里面要去唱一些金庸武侠剧的主题曲的时候 我都会提到一句话 我说我呢都还算是看书的 然后呢在座的很多的你应该都是看电视剧的 或者看电影的 因为金庸的电影还是电视剧 所以你喜欢上金庸 或者说你开始认识金庸这个人 再说老实话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也是因为电视剧的关系 我也是蛮年轻的 一样一样来 其实最早期接触金庸的人呢 都是在报纸上面看连载的 像我家的哥哥们 他们全部都是因为报纸上面的连载 而开始认识金庸 然后呢就已经火了 可是那个与我无关 那个在我大概12岁之前发生的事 所以太遥远了 所以到我大概10岁12岁的时候 金庸的那个 那个连载都连载完了 都停下来 停下来 在香港 如果香港 有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会知道 最早期香港三个电视台 其中一个电视台里面呢 就拍的 成立的这个电视台 要去打无线电视 跟打当时的立的电视的时候 这个叫加 加市 这个这个 一直都没有起色 一直都没有办法在 其他两个电视台里面 再能够立足第三个电视台 他们突然呢 夜之间的拍了一部电视剧 叫射雕英雄传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有可能会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访问 访问一位女演员叫 米雪 米雪其实就是当时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演黄荣的 当时我念国二 国一还是国二 国三 然后呢 你就会 你就很迷他 相对呢 也会非常喜欢郭静 电视剧就这样拍起来了 可是当时其实拍起来技术都是有限的 可是故事人物是太精彩了 一会碰到那个红七公学到翔龙十八掌啊 那个演那个郭静的这个这个演员就叫白彪 然后他也讲 憨憨厚厚的 说老实话 有点笨笨的这样子 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认为 我是郭静 就起码他女朋友漂亮 而且女朋友非常喜欢他 这是第一个接触是因为电视剧 那完了以后呢 金庸就再度在香港红起来 香港因为红起来 其实是变成中港台 东南亚全部都红起来的 华人地区的时候 他的书都开始再版了 这个时候我就有机会 接触到真的实体的书来看 家里不知道怎么样就来了一套了 然后就可以看 那个我还是维持在 十二十三岁 十四岁 十五岁之类的那段时间 虽然我还算是跟大家 振振有词的说 我还是看书的 我看书的 认识金庸的 其实真的引起我的兴趣是 当时还是一部电视剧 那那个电视剧反而就停了下来 停了很多年以后 才会出现无线电视 再重拍摄雕英雄专 我身边的阿贵 就是看那一部的 黄日华演的 社交英雄传 然后也其实这一部 无线电视的这个剧后来 在中国大陆里面火红起来的 所以很多人印象中都是 黄日华是演这个郭靖的 那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开场 喜欢郭靖 喜欢到某一个程度 比如说人笨笨的蛮好的 人其实没多大的想法 没多大的野心是蛮好的 好好做人就好了 后来在那个倪匡 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里面 他去做了很多的分析 其实非常好看 倪匡那本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看过 还是有没有办法找得到现在 他去分析了 他说郭靖这个人是个伪 不是伟大的伪 是假的那个伪 是个伪人 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这样的人 完全没有缺陷的什么什么 那OK 那就 那我就不是郭靖了 那就没关系了 没有 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因为我讲过了 在不同的事情里面 就有不同的认知 对你自己的认知也好 对环境的认知也好 那我的确曾经说过 有一阵子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跟很多人说 其实我是乔峰 后来变成萧峰 那是因为在那个时间里面 我刚好从一个学生 开始转到一个唱片公司 在里面去当助理 然后第一次接触到办公室文化 在之前我在宿舍里面 我们的同学交往 就很单纯的一个学校里面 是完全是另外一个 很美的 都是 都是 都很善良的 一定有怪人 一定有人很多怪癖了 这样子 也有很多同学 其实是 心地很不善良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小孩子 还是在读书的那个样子 那好了 已经习惯了一个学校生活以后 第一次去踏出到一个办公室里面 纵然我们其实都已经是做音乐的 我当时是在唱片公司里面 当时是说 很多人的嘴巴都很坏 很多人在那个都很自私 然后周边的人一堆人都是 都不营养的 我们说 其实他做坏事也 他损人不利己的 很多很多这种 那甚至因为我的国语不好 我的普通话不好 讲起坏来 是结结巴巴的 那段日子里面 我突然发现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应该在哪里生活 有很多自己对自己的疑问 当然现在完全没有了 所以现在你问我是什么 萧峰 乔峰 又不是 又有一个同学 很有心 还居然丢出令狐冲出来 我相信他所说的 这个令狐冲的原因 真的不是我什么武功 什么这样 不是 金庸小说里面厉害的就是 其实每一个男主角 都有非常固定的一个特色 有他的个性在里面 这个个性倒是非常非常明朗 清楚的 令狐冲应该是有点小聪明 然后好像跟令狐冲 在一块生活的时候 应该不会闷的 令狐冲的那种小聪明 跟杨过也不一样 杨过的是比较 today的那种 当然他不是 可是他讲笑话的内容 都带一点那样子的 你就是我媳妇 你就是我媳妇 那这是杨过的那种 他分得很清楚 令狐冲的是还蛮正直的 可是也很有正义感 过奖了 我相信 也没有达到令狐冲的地步 我也相信每个人应该都会经历过 张无忌的那样子的阶段 张无忌的个性是什么呢 张无忌就是你到最后其实问他 他喜欢谁 他都说不上来 你真正的想要跟你共度白头的 到底是谁 他都说不上来 周子若已经做了那么多事 当然我们有很多原因可以去 去原谅周子若 他是因为在俄媒派里面的 灭绝事态 对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他有他的困扰 你可以原谅他 可是张无忌就是 讲到底 从头到底 没办法说上 他到底喜欢谁 当然我们看书看到一般的时候 其实应该理解了 也就是因为张无忌本身的父母 已经就是一正一邪 一个是很正派的 武当里面的怎么怎么样 所有的科进本分的 应该有的借条要做完 可是他妈妈 妈叫什么名字 张三丰的 张无忌张三丰 没错 他的妈妈是什么树 想不起来 是人家把人家那个什么 一家七十几口 一夜之间全部杀掉 所以后来张无忌一定 必须要在跟那个 那个所谓元朝里面的郡主 那个叫赵敏 一定要跟赵敏在一起的 还是我记错了 他应该是跟赵敏在一起吧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最后化媒那个是谁 是赵敏吧 所以已经有一个 有这样的故事的脉络 那张无忌最明显的就是 你问他喜欢谁 就是连金庸在后继里面都写上了 这个人物的分析 那对金庸来说 其实他这个人物的很鲜明 那个性格非常清楚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也是他好看的地方 那人生的过程里面 的确也曾经历过张无忌 不只是我吧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经验吧 很难去决定 什么什么 现在已经不是了 OK 好了 说到现在有可能很简单 比如周伯通 这个人物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而且完全没有基心的 一点基心都没有 他就是那样子 就是周伯通 我很希望我慢慢慢慢应该会进入周伯通的那个角色里面 尤其是我们现在都宅着 大家都宅着这里 宅着就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 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被困在一个山洞 困在山洞很久很久 然后搞不好可以误出一些什么什么功夫出来 最起码我们就可以误出一些人生道理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宅着宅着 以后最后你会变成谁呢 拿屠龙刀那个是谁 谢逊 我希望大家宅完以后 那个叫冰火岛 现在大家好像都困在冰火岛里面 一困困十几年 出来以后头发完全变黄色 然后整个人双目失明 不要乱讲 好 祝愿大家 我们现在一块宅下去 宅一宅到底的时候 终于出关了 出关的时候 我们都最好是多多少少像个周伯通 而不是一个谢逊 谢逊后来变得非常温和了 没问题 谢逊也不差 只是外形不能变成像谢逊 好不好 那个 顾好个人卫生 多点洗头 不要乱染法 OK 祝福大家 然后继续在 我们继续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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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